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Yo's Kitchen 記得看食譜之前 數一數畫面的QR Code 如果你煮完之後 記得和我分享 因為有貼堂區 還有IG 也有簡短的食譜 還有文字食譜提供 來看影片 最重要是看廣告 還有給like 還有share 給朋友 就是對我拍片最大的動力 畫面就是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不要說那麼多 現在馬上和我去街市買材料 咖喱雞雞小不免是薯仔洋蔥 薯仔洋蔥 我做咖喱雞 我先買了一隻雞 好 買一隻雞 因為雞要斬 現在8點未 很多人 早安 俊仔 我做咖喱雞 哪隻雞漂亮 咖喱雞有多人吃嗎 8個人吃嗎 8個人吃可以龍江雞 龍江雞 龍江雞 好 麻煩 幫我斬完 謝謝 麻煩 謝謝 我又去了8個 可以斬大塊嗎 也好 也好 好 謝謝 8個人吃 謝謝 謝謝 現在俊仔幫我斬雞的時候 我就去買薯仔和洋蔥 先回去爭取時間 我們這些 時間就是金錢 金錢就是時間 好 薯仔洋蔥 麻煩 製咖喱雞 大塊一點 這個 這個 這個漂亮嗎 漂亮 謝謝 薯仔洋蔥 不如買一包吧 這是日本嗎 對 好 好 你幫我選兩個大的 如果小的選三個 三四個 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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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蕃茄煲蕃茄薯仔洋蔥紅蘿蔔湯 泥蘿蔔呢 這麼大條 我要小條小條 我煲蕃茄薯仔洋蔥紅蘿蔔湯 蕃茄薯仔洋蔥紅蘿蔔 大塊一點我要大塊一點 紅一點我明天煲 謝謝 好 好 我買了洋蔥薯仔 先拿一隻雞 謝謝 是的 爭取時間 謝謝 謝謝 有時去街市最怕買漏東西 所以我一定會打低 打字 打在電話那邊 看看有什麼要買 要不然 又回到家買漏東西 又再出來買很麻煩 所以我一定計劃好 煮那樣東西買些什麼 就出來買完就回家 我去這些印尼東南亞食譜 然後就有咖喱包 椰醬很多 咖喱包就有這些 這隻我姐姐介紹 她說很棒 做咖喱雞 買這個咖喱包 之後我好喜歡香茅 我買一些香茅 有些香茅咖喱味 OK 買一下香茅 好熱了 先走過去 謝謝 走了進來這裏 那就買 怎樣買呀 那些香茅 麻煩 兩元條 OK 好 有寫 有寫 看我眼睛 遮住了我的膠袋 OK 選兩條 OK 香茅咖喱 香茅椰汁咖喱 OK 剛才有包進去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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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 被人拿走了 超級低能 剛才我買了兩支香茅 我找到咖喱在哪裏 我自己夾住了 超級低能 在背部 超級低能 好 多少錢 這包 15 15 19 不夾錢 好 點咖喱 我就要買過那些 豬仔 發包 買一個小的 就可以了 有長發包 有短發包 我就買一個小的 就可以了 我不吃太多 好 好 我怕掉落地 這個包 先給錢 太多 謝謝 謝謝 先給錢 5元 畫面看到的 就是今天所需要的 主要材料 因為可能我三年多 沒有用工人 我每頓飯都會想想 有肉有菜 小朋友吃 自己吃都比較健康 首先回來 雞洗乾淨 瀝乾水 我們就放少許調味料 有些鹽 胡椒粉 糖 酒和生粉 醃一醃去吃雞 有些底味 因為你一會煮咖喱 我們不需要很長時間 我們可能煮十多分鐘 雞如果只是外面有味 裡面沒有味 就不好吃 所以我們就醃少少味 待會煮咖喱 雞裡面都會有些底味 鹹鹹的 就更加好吃 洋蔥我們切大塊 千萬不要切小塊 否則煮完 就不能吃 今天我煮咖喱雞 就想有少少東南亞的風味 我就加了香茅 有少少香茅的香味 加上咖喱味 就很香了 但你煮香茅 想它出味一點 短時間內出味一點 要將它的根部 切一切去之後 拍扁它 它的味道就會快很多出來 還有這個薯仔 今次我連上薯皮一起去焗 因為薯皮都很健康 我為什麼不炸呢 因為我不想太多油 我就加少少鹽和油 放進焗爐裡焗 200度焗10分鐘 之後就加上咖喱 就不會太多油 不會太油膩 但如果你說你沒有焗爐 可以炸或煎一煎 薯仔就不會那麼容易燙到爛 看畫面這一大火 我先煎香薑 煎香夠薑 之後就加雞去炒 炒到雞變色的時候 就可以加洋蔥 加洋蔥 加洋蔥的同時 剛才都加了香茅 炒兩炒 之後就可以加咖喱醬 夜漿記得不需要太早下去 現在炒完 就加了剛才那包買回來的咖喱醬 這個咖喱醬是我姐姐介紹的 我剛才說的很好吃 已經是好夠味 剛才我們醃了雞 下煮咖喱一定要加少少糖 我加了兩茶匙的糖 用糖調起咖喱味就更加香 現在下水不需要浸滿雞 你浸泡差不多八成的時候就可以 因為它煮滾的時候 雞會慢慢縮 那些材料會慢慢縮 其實你不用太多水 你太多水 咖喱就很稀 之後我們把雞 剛才加了咖喱醬 滾起之後煮十分鐘 不要煮太久 因為你炒雞的時候 其實雞已經熟了 我最後加椰漿 現在加上生粉水 埋芡 其實這個咖喱最好吃 就是你早上煮了 你晚上才吃 你可以浸泡在鍋裡 晚上才吃 之後就更加更加入味 好了 就煮好這個咖喱雞 看看配上這個法包是很好吃 剛剛的法包我噴了少少水 之後拿去烤爐烤3分鐘 就已經很脆了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我分享 這個香茅咖喱雞 如果你喜歡煮個好吃 記得 發照片到我IG 和我分享你製成品 還有記得分享和朋友 記得支持我 繼續支持我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第二個更加好吃的食譜 記得加我IG 和Follow我的Youtube 下次見 Thank you 拜拜 吧